宏汪的insurance 主要保的是活險跟責任險 還有個人財產 這是宏汪的insurance 主要的 但是很多時間我聽到客戶打電話 比如說 我家裡面的冷氣壞了 我想抱一下我的保險 幫我理賠一下 這個是不賠的 為什麼 因為保險裡面是用壞的東西是原來不賠的 但是保險 房屋保險的真正意義是保大險 它不是保 它是保活險 責任險跟個人財產 跟另外其他的有一些有加在一些medical 就是醫療在裡面 醫療的話不是指個人住在這個房子裡面的醫療 而是說 比如說你有朋友在你家裡面玩 他不小心疊傷了 疊傷了手臂 然後這個保險 房屋保險裡面有這麼壹下 還有就是房屋保險有保 竊道險 竊道險的話就是如果說 如果說你不在家了 你突然有一天回到家裡面 那一進門一看 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被偷走了 那這方面的話 要保險賠償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賠償的 但是呢 有的時候呢 有一些情況呢 保險方面還是要派人過去做一個鑑定 因為他有的時候 要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有被人闖空門這個鑑 闖空門的話就是說 它是不是有 第一個是有沒有報警 就是你如果遇到的這個事情的話 你一定要先報警 要跟警察做一個警察報告 然後第二個就是看這個門鎖方面 有沒有被人踢壞 闖進那些鑑 那有些人是因為他自己忘了鎖門 他就不離開了家裡面 所以到時候有人進來 這個有的時候保險會 大部分我看到的保險還是非常 非常給客戶一個方便 就是說 OK 還是賠償 但是一般的話保險裡面 他是希望能看到就是說 第一個是有檢查的報告 第二個就是說你已經 我出門的時候什麼東西都已經鎖好了 或者是我有上警報器 然後這個時候呢 還是被人家闖進來 然後把東西都搬走了 那這個情況的話呢 就是保險一定是怎麼回事 那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一些小的事情 我跟客戶講 因為保險裡面有一個支付額 支付額你可以自己設定 可以設定在五百塊或一千塊 或者說你要設定在更高一點 支付額的用意就是 你如果說今天比如說 OK 家裡面失火了 那房屋燒了一部分 那我現在要報保險 那支付額就是等於 保險公司賠償下來的金額 他會扣掉你的支付額 比如說你支付額是五百的話 他會扣掉五百 那一千的話他會扣掉一千 然後剩下的金額來 退還給你 一張支票的房子 退還給你 那一般的話呢 一般的話 房屋保險最擔心的就是 像Allstate來講 因為好的公司 他一定會審查客戶稍微嚴格一點 那像Allstate來講的話呢 他的房屋保險 他有的時候 比如說 你file a claim 就是說我們申報了 申報這個保險 有的時候申報了次數太多的話 他這個保險的紀錄是跟著人走的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是住這個房子 那我明天就買第二個房子 那我去買第二個房子的時候 我當然也要買保險 那我在買保險的時候 保險公司一看就知道你 這個過去的紀錄 你過去有沒有申報過這些東西 那如果說像一般的切到啦 這些是比較小的事情 像一般的 保險裡面最怕申報的東西就是漏水 像Allstate的話呢 只要你過去的三年之內 有超過三個漏水的申報 他就等於是說拒絕 拒絕會讓你通報 對 所以他不能有超過三個漏水的紀錄 存在 那一般小的事情呢 像是 像是 如果說是 圍牆外面被人家弄倒的這個申報 或者說 有人 比如說 比如說 冷氣被偷了這個也算影響 因為最近很多人 冷氣被偷了 其實被偷了也是算在保險裡面 但是Allstate呢 它的保險 房門保險有兩種不同的 一種是自住的房子 一種是出租的房子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中國人 來到美國就想做一些做房東 所以就是有買了一些出租的房子 那在Allstate的話 其實其他的保險也大同小異 它也是 基本上也是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自住房 一種就是出租房 那你說你今天買了一個自住的房子 那等你今天有能力再去買第二個房子 那你今天有能力再去買第二個房子 你就把你原來住的這幅房子 要出租出去 那你出租出去的時候 那時候你記得要通知保險公司 要改一下這個Policy 要把它改成這個出租房的Policy 因為你如果說忘了改 你這個還是自住房的Policy 那你現在搬到的你第二個地方 你第二個地方也是自住房的Policy 那保險公司來調查的時候就問說 那你今天你是住在這個地方呢 還是住在第二個地方 那你一般來講 我就跟他講 我住第二個地方 那為什麼你第一個地方 還是自住房的Policy 才能夠得到保險公司 全額的理賠 對 當然的話 有的時候會跟保險公司 理賠的部門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糾紛 它的內容有什麼不一樣 內容的話 出租房子的話呢 每一家的保險不一樣 對 出租房的話呢 它的一般的話 保的範圍基本上 活險是差不多 但是呢 它的個人財產險是不一樣 因為出租房的話呢 你房東的話 你基本上沒有個人財產 但是你的個人財產 就是你的爐頭 你的冰箱 你的洗紅乾淨 這個是你交給租客的時候 你要保這些東西 但是 裡面所有的財產呢 都是租客的財產 所以那不關你個人的財產 所以它出租房的保險 它只保了 包括你留給租客的這些東西 像是冰箱、爐頭、洗衣機 洗紅乾淨這些東西 那你自住房的話 當然 當然了 就是說你所有的裡面的財產 都是你個人的財產 對 所以它有這兩項不同的地方 那 一般來講的話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在保險裡面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的就是 比如說你今天房子買的是26萬 那你保的保險呢 可能不會保到26萬 可能只保到了25萬 那大家就會問說 為什麼老子只保到25萬 我買的是26萬 那是不是我賠的時候 能不能賠到26萬 但是這個是以客戶的角度來看 但是以做保險方面 保險公司的角度來看 它不是照你今天外面市場的價格上升下降 來做一個保額的一個標準 它是以就是說你今天 比如說你當初買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房子是2001年的房子 2001年建造這個房子的時候呢 建商只花了20萬建造 所以保險公司以20萬呢 它來做一個評估 它要知道一下就是說 你這個房子如果整個是火災燒掉了 它是不是能夠重新建造出一個房子 但是今天我們外面的市場價格 是不是這樣的 因為有的時候是到30萬 有的時候到20幾萬 對它是有一個浮動的 但是保險公司這邊 不是跟著市場價格來做這個評估 它是跟著實際建材 不是買的時候價格 不是買的時候價格 就是它有它自己的評估方式 它看尺寸大小 現在建材的這些價格來做一個評估 所以當初你建造的時候是20萬 它可能會以20萬 然後再加上這個材料 它會知道一下現在市場上面的材料 做一個評估 就是說大概現在市場上面 材料或許比10年前要貴 所以它可能就增加上材料的內部 然後就做出一個保險來 保一個25萬 所以買貴了它還就什麼 買貴了所有的它就賠了什麼價錢 不是它還是照它材料跟人工價錢來試算 它不管你是買貴買便宜 對 所以呢 另外就是要談到一點就是像 condo 一般沒有太多的問題存在 但是呢 說是沒有問題 其實有一項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一項事情 就是 condo 它一般的 condo 有的時候是兩層 有的時候是三層 那 condo 一般有一個 HOA HOA 是負責所有 condo 外面的這個結構 那 condo 裡面呢 你保的是 condo 的保險 比如說你自己住在這個 condo 裡面 那你保的是 condo 的保險 那 condo 的保險呢 就是包括了你自己的責任險 你的個人財產險 然後還有一些切到險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的建築結構完全都是交給HOA 外面去保的 HOA有一個大的一個保險 它是保所有 condo 整個社區的這個保險 那你自己買的個人這部 condo 保險 只是保你裡面 就是從這個牆裡面開始算起 往裡面算 這是你個人的一些東西 那我自己本身經歷到一個事情 是有一個客戶 他保了一份 condo 保險 但是這個 condo 保險呢 因為 condo 比較老了一點 所以 condo 就有一點 有一點漏水的前行發生 那他是住二樓 那所以呢 他的這個下水管 有一天就突然就爆裂了 爆裂了之後就是整個淋到一樓 一樓下面全部都是水 那一樓呢 就是往二樓告 那二樓的話呢 因為他有 condo 保險 所以責任險這方面是不成問題 但是呢 condo 那邊呢 因為他這個 因為一樓跟二樓中間 這個結構是屬於 condo 是屬於 HOA 那邊的管理 那 HOA 那邊呢 那 HOA 那邊呢 他當初可能沒有 問 HOA 太詳細 關於這個結構方面的 所以現在我跟每一個 保 condo 的客戶講 你一定要 在你搬進去的時候 一定要去 HOA 那邊打通建築 HOA 他自己這個大的保險 有沒有一個致付額 他有一個致付額 是兩萬塊錢的致付額 所以 condo 他說 沒有問題 我可以來幫你修 在你二樓跟一樓中間的 這塊地面 跟這個樓下的天啊板 我可以來幫你修 但是我有一個 兩萬塊錢的致付額 你必須要付 你付了之後 我才能幫你修 真的會 所以 修也要到兩個 不是 修不知道 修可能 修可能大概也要三兩左右 因為他們的東西蠻大 對 因為他有一個 一樓中間 那這個會在哪裏 買房子的時候 會在那個 HOA HOOA那邊 要跟他要一份東西 對 他一般的話 買房子的時候 你買房子這麼厚 對 其實你自己看也可以 或者是說 你如果不看的話 你至少要打個電話 跟HOOA聯絡一下 你這個HOA的保險 保護 和 condo 外面的結構 有沒有一個致付額 對 是多少 一般都是兩萬塊 我是覺得那 condo管理的蠻壞的 對 對 他那個DIDACO弄那麼高 就是根本就是 對 因為他外面的結構 外面結構其實不屬於我們客戶的一些責任 對 因為我是擁有這部 condo 但是外面的這些牆子 還是照理講 還是HOOA的應該要負責外面的責任 這個屬於 community 就是一個 common area 對 common area的話 應該是外面這些總管理的地方要負責的 可是 我覺得他那個致付額那個有點不太合理 是吧 太不合理 對 所以可能要 因為common才多少錢 對 所以要去問一下 就是 就是 要跟HOOA打聽一下 他那個DIDACO是多少錢 對 不是說你自己買的這個保險 而是說他外面總的這個共同的這個保險 他有一個致付額存在裡面 對 所以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一些事情 不是說 你日常生活上會碰到的 對 一定要 一定要經歷到這些事情 才知道有這個事情 所以啊 一般來講 保險方面的話 除了汽車房屋 人壽方面 一般的話 有的時候 因為奧斯隊最近有推出一些這個 這個 medical方面的 啊 所以你們各位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 可以來 找我們關於這個medical方面 因為奧斯隊之前是 主要是主打汽車房屋跟人壽 但是他現在 可能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 歐巴馬的那個 這個醫療保險的問題 可能 現在越來越多人 關於這個醫療保險 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那 我知道是11月15號 他那個歐巴馬保險 從上一次的 申請開始 到今年的 11月15號 要重新再申請 所以 重新申請的話 就是說 像我自己也是在歐巴馬的保險上面 但是 今年11月15號 他又要重新一次再申請 所以就算你現在已經是在歐巴馬的保險上面 所以 今年11月15號 大概 大家重新再申請 所以 各位如果到時候 有些什麼樣的事情 需要 需要我幫忙 你解答的話 你可以跟我聊 我 我的那個 名片上有 我的行動電話 請 謝謝 那請問一下 那個 貿易普 bir 區 那他的方便 小的保險 貿易普的密別 像一般的話,像會計師、律師、或一般的小的診所 這些allstate都可以寫對他,這個business commercial 它commercial的話,一般是business owner policy business owner就是說,比如說你自己有一個business 那你可以去run the policy,他可以有這個 policy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或者說你如果說需要我看一下你自己的這個汽車保險 你可以留一下你的這個information給我,到時候可以幫你跟他做個顧價 我在想,人在美國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這個保險上面的事情 有的時候你有用到的話,只是一整年一兩年都不需要去提到這個保險的事情 但是如果說,有的時候萬一遇到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像有的星期六,他們要去D&B,要辦事情 那突然他買了車,那他可能會趕快打電話說 可不可以幫我出個保單,然後我可以帶到D&B裡面去辦這個事情 那去D&B的時候也有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有些人去拿了這個號碼,但是他忘了帶一些東西,他又回家去拿 然後再來的時候可能又要再拿一個號碼 那我是跟客戶講,如果說 如果說你忘了帶這個保險單的話呢 你就不要回家 你就直接跟D&B的櫃檯要一個這個傳真號碼 那要了傳真號碼之後呢,然後你就打電話給我 我就傳到辦公室,直接把這個保單發到D&B那個 他的辦公室去,那你就不用幫他打 有的時候在買車的時候,買新車的時候 他也是,一般星期六的話大概保險公司都不開門 但是我這邊還是可以接電話 我的有一個辦公室還是可以繼續 禮拜六還是,還是有保險公司 大家 那那個關於,我們現在有很多都是喔 比如說從加州來這邊買房子 或是從國內來這邊買房子 他們要買的保險跟大概有沒有什麼 比如說加州的人 加州那邊過來的話 很多居民都是從加州那邊搬過來 可是加州那邊搬過來的話 有一點就是 加州的D&B跟這邊的D&B 他們是不 其實應該是要連線 但是他們是唯一的不連線 除了這裡跟 好像是夏威夷這兩桌 跟內華大桌都是不連線 不連線的話就是說 你用加州的Driver License 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是勸有一些人搬過來的時候 還是有些人喜歡保留加州的IT 但是你如果說搬過來這邊的話 你最好還是改一下 這個內華大的IT 會比較方便一點 對 那加州那邊的話 一般來講保費是比 拉索的加州這邊要便宜許多 大概要便宜了 至少要一半以上 因為這邊的保險為什麼會貴呢 因為這邊是24小時不夜程 所以大家喝了酒開車 開車之後就造成一些車禍 這些事情 那這邊的律師呢 打官司也蠻厲害的 所以他可以跟保險公司拿到很多的這些 很大的這個賠償 所以這邊等於是已經是成了一種風氣了 就是說你一有車禍的話 就找律師 然後跟對方要這個賠償 那就是變成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拉斯維加斯這裡是全美數一數二 大概除了紐約跟拉斯維加斯這兩種之外 就是其他州的保險公司都滿便宜的 這樣我們調查過了 對 其實也不能怪他啦 因為這邊打官司啦 然後跟保險公司領去這些具有的賠償 這些事情 所以就變成說 所有這邊在滅華大洲的居民 就是大家來分擔這些 保險的價格的費用 房險 房險啊 在房屋 加州那邊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這裡的房屋保險 因為加州那邊的話 加州那邊的話 我知道房屋的賠償 像他們比較注意到一些就是火險 尤其是像加州有的時候 有一些森林的大火啦 這些事情 但是一有森林大火的時候 或者另外一個就是地震險 地震險這邊並不常遇到 但是加州那邊呢 時常有地震 時常有一些意外的 這些天然的災害 那天然災害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就看到 就是很多保險公司馬上就出來規定 就是說他現在 停止客戶增加這些 另外額外的項目 因為他的保險公司也知道 他不要馬上賠償這麼多錢 如果一下整個地震 然後整個區域 如果都房屋全部傳回的話 那保險公司賠償的金額 也是不得了 對 所以 一般的話 加州那邊的房險跟這裡 我猜想是差不多 因為加州那邊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只知道內馬達 我知道內馬達這邊的房屋險 是怎麼樣 那這邊的險高不高 對啊 房屋險還好 房屋險的話 房屋險並不高 對 房屋險幾百塊錢 對 現在有一個這樣問題 有的時候你看這些房子 都在地霸地 這邊不是很多 但他一旦下雨的話 他就說這個是floating area 然後他就是保 就是說如果這個房子 一下就是正好在這個區域 但是保險公司 他不可能知道這個address 是這個floating area 或者怎麼樣 如果他 對我們如果跟他講說這個地方 很可能就是應該下一位 可以加一個floating insurance 可以加一個floating insurance 對 那Allstate的話呢 我應該是今年年底的話 可以農業 因為他要我去上一堂課 然後上完這個課的話 我可以把floating insurance加進去 但是之前的話 我並沒有很針對floating insurance 但是這兩年的話 這兩年的話 雨下的越來越多了 所以很多人在問這個floating insurance 就是floating insurance 一般是經過這個聯邦政府 去tooth一下就可以了 對 所以我只要去 拿一個service certificate 然後可以加在Allstate的房子 你有權去賣 對 有權去加進去 對 但並不是我們主要的 主要的一個 一個業務 對 因為不是很多人 因為不是很多人 會加這個東西 因為大家都說 這麼高 我這個地方 對 但是這兩年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氣溫越來越潮濕 好像雨下的越來越多 好像很多時候 對 很多時候 對 因為它這邊是 是沙漠地 沙漠地 雨下來的話 它那雨沒有辦法 馬上吸收到地底下 它就是到處穿 對 所以 對 應該今年年底之前 在Allstate這邊 我可以加上一個 就是水災的保險 但是地震的保險 我覺得還是 可能還是沒有太多的必要 因為加速率面 還是比較多地震 對 如果防險和車險 都在Allstate買 是比較便宜 是的 它有一個叫做 Multi Policy Discount 就是 汽車跟房屋 在一塊兒 好像有一個 比較多的折扣 房屋跟汽車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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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方面可以拿到 大概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折扣 那汽車大概可以拿到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折扣 對 你保的越多就是一天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有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 我 我 我先買六個月 然後我再換到其他家 再換到這家 有些人每天都在換保險 可是它的價格 永遠下不來 為什麼 因為 All-State All-State 有分兩種不同的客戶 一種就是 已經五六年的客戶 這種客戶是 All-State 價錢已經穩定下來 他不會走 他也不會 All-State 也不會增加他的價錢 但是另外一種客戶就是說 前一兩年 就是職場在換保險 他有時候換出去 有時候換回來 然後一直在保保險 保險的這個紀錄 沒有一個連貫性 所以他沒有辦法拿到最好的價錢 是每一家都這樣嗎 還是只有All-State 幾乎每一家都是這樣 像 Farmers State Fund 他都是看的 所以這幾家大的保險 他有他固定的客戶存在 這些客戶就是 基本上不會走 他有的已經跟All-State 三十年、四十年 都還一直在那邊 對 就是一直有辦法 那不會有地方嗎 以前我記得 他會看你 如果你好多年沒有出貨 越來越便宜 每年減到 最多可以減九次這樣 這裡可能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這裡 他每一家保險 幾乎我看到的都會漲 都會漲 都一定會漲 那都傷心了 而且 好司機也沒有用 對 沒辦法 這個是事實 沒辦法 一定要跟大家講實在話 講 對 因為 也許加拿大那邊 他是以政府的方式 就保一個比較好的保險 但是這邊的話 加拿大那邊我不太清楚 但是這邊的話 因為牽涉到這個 這個車禍的這些事情 所以你每天在車上 在路上看到這些車禍 他保費下不來了 而且就是你車好司機 不等於別人也是好司機 他漲得多漲得少而已 對 因為有的時候 今年是State Farm高一點 All-State低一點 或明年是Farmers高一點 All-State低一點 他每年都有一點 但是 我知道是所有的保險公司 一定會漲 而且他 只是看漲幅多還是少而已 對 有的漲了5% 有的漲了2% 有的漲得太離譜的話 客戶沒有辦法接受 他就會找錢 我今天一直覺得 All-State蠻貴 All-State是蠻貴 但是你跟他久了之後 他不會漲你保費 一些老的客戶 他不會漲你保費 但是新的客戶 他有的時候他看一下 還有關於其他的一些問題 像是你如果說 有吃過罰單 過去三年有這個 Ticket 有車禍 這些紀錄 那就是比如說 你是個好司機 在其他地方 比如說你待30年 轉到All-State 好的快遞帶回來 還不會去參考 會 會去參考 會去參考 對 多長時間算老客戶 一般來講 All-State 超過3年 4年就算老的客戶 然後也有一些客戶 變得從其他當時 跑到All-State 有一些當時 調出去 所以很多 保險的事情 比較複雜 處理很多複雜的事情 對 還有就是你房車 要是都在All-State 你說你第一次看 就是它自動的 還是說你要跟它說 自動的 就是我們在顧駕的時候 我們就自動的 幫你折扣 所以就放進去 然後它 All-State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它有給另外一個折扣 就是 它有很多不同的折扣 它有些折扣 像是 你是自動轉帳的折扣 或者是說 你一次性付款的折扣 或者說 你有小孩在大學裡面 是好學生 有一個折扣 然後有一些 超過55歲的 去D&D那邊 拿一個證明 它有一個另外一個 55歲以上的折扣 它有各種供應不同的折扣 每個人的保費 不可能都是一樣的 有些人打電話給我說 為什麼 我朋友的保費 比我便宜 我們都是一樣的 但是每個人 因為 照理講 它是不會有掉你的信用基督 但是 實際上 信用基督是有一些影響 它不需要你的時候 社會安全號碼 但是它能夠 照你過去保險的這些紀錄上 再加上 它可以 大致上 知道你這個 它 保險裡面叫 Soft Head 它不是真正去掉你的信用基督 但是 它能夠多少 它的系統 能夠感應出來 是不是大概在哪一個級別 所以每一個人的保險 不可能是一樣的 就算你今天有兩個人 都同樣住隔壁的保險 都不可能是一樣的 對 它有的時候 它這個保費高一點 就這個保費少一點 就是丟車 對 有的時候大概 比如說89103 它的車禍特別多 所以89103的車禍 這個保費就稍微高一些 對 普遍要高 回忙成 對 您好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 在一個人的名下 有三個或四個不同的房子 其中有兩個房子想要出租 兩個房子想要自用 那這樣子的話 可以全部都在一個公司買 有折扣 還是分開買比較好 都在一個公司買會有折扣 那出租的房子 它 一般是比自用的貴嗎 還是 每一家都不一樣 但是Allstate這邊呢 是 自住房子稍微貴一些 自住房 出租房子稍微便宜一點 對 那如果我還想問一下 就是在買這個房子之前 這個房子曾經 它是有被人偷過 是 或者是有修過 那這個保險 為什麼 第二就是 新人接手的時候 保險會在新人的手上跪 應該是不會的